或是說大家過年也想自己找柴神 想試試手氣 你可能會看說 路邊哪一間彩旋航比較旺 我們專業一點用大數據帶你看 以去年24住的一元投獎獎金 都開在哪邊呢 這當中包含是7住的大樂透 威力才有7住 我們看這裡 過去有5住都開在高雄市 台南市有4住 屏東縣有1住 等於說你光看這三個縣市 南台灣就佔了去年的10住了 是接近一半的 那這兩天 呱呱樂的大獎 像是2000萬的其中一張是在彰化 而1200萬的大吉利 也是在高雄一位30歲的男子刮出來 那最新是 台南有一位小子女是刮中300萬 高雄前定也有一對情侶 抱走200萬加一輛兵士車 不過南部以北的大家也別太喪氣了 如果長時間的統計來看 其實台中開出最多大獎 一早就來彩券行 是是首次民眾路過 直接來張呱呱樂 有人一買就是一整疊 純潔到高雄林雅區這間 彩券行出現排隊人潮 他這邊有供奉那個觀音佛祖 那我就會先跟觀音佛祖 早上跟他拜一下 然後叫他保佑我可以中獎 買一個人是點也不一定 觀花樂還是兩次比較熱銷 像那個大樂透啊 就是有加碼活動的話 那個買切也比較旺 人人都想和財神招手 而財神爺的腳步 已經先走過了企業定區 兩千萬超級紅包 就在這裡刮出了 兩百萬家賓士休旅車 由一對年輕情侶幸運暴走 買兩張然後回去刮 一個小時之後回來 那個對獎 剛開幕的彩券行買期超級旺 現場有人獻刮獻重 一千五 買其運氣不錯 小小的運氣 小獎還不夠 就想成為下一位 Lucky的大獎得主 買了兩張大的都是大的 要跟他拚了 等一下就要這麼錢 阿蒜有刮到開心嗎 還OK 阿蒜繼續拚就對了 根據台財公司統計 2023年電腦型彩券 共開出了24住議員投獎 超過七十八億元的獎金 而各縣市當中 高雄和台南最多 各開出了五住和四住 南部地區就南瓜近半數 有夠旺 而今年在台南 也有小資女只買一張 就刮中投獎三百萬 台財統計 平均每年誕生了 24位億萬富翁 民眾都想在新年搏個 好彩頭 華視新聞消息 簡易玉玲 SNG小組 高雄報導 哈囉 我是林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 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